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说一位四川的张先生辛辛苦苦的工作 过去时间里给家里挣了一百多万块钱 但是就累出病了 今年查出来得了癌症 得癌症你要治疗 但是这个时候却发现 家里却连十万块钱这个治疗费都拿不出来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挣了那一百万 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这个张先生的家庭是一个二婚家庭 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张先生和前任妻子离婚了 和现在的老婆再婚 而且这个再婚之后也没生孩子 那么为了让现在的老婆放心 这个张先生自己每次发了工资之后 除了留点零花钱之外 剩下的都会转到自己妻子的银行账户上 十年间预计一共转了有一百多万 但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这个张先生不幸被查出得了这个前列腺癌 而且是晚期 但是正要凑这个手术费的时候呢 这个老婆去说了五个字 家里没钱了 这样这个张先生彻底崩溃了 这么多年 自己的工资全部上交给老婆了 怎么会没钱了呢 那为了救命呢 张先生自己不得不向这个法院求助 结果这个法院一查发现啊 非常让人寒心啊 这个张先生现在的老婆名下 居然有价值约75万的存款和各种理财产品 那说白了 这个老婆呢 就是不想给这个张先生拿钱救命啊 真是让人非常的心寒 结婚十年的老婆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老公 不肯拿出钱来救他一命 人心啊真是经不得起考验啊 那最后呢这个张先生啊 只能通过申请法律援助 通过离婚来分割财产来救命了 其实啊 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啊 除了离婚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这个张先生啊 提前能给自己买好这个保险 对于张先生来说 如果说他有一份重疾险的话 就可以直接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先拿钱治病 不至于还要等到离婚之后 再拿钱治病了 欢迎大家关注小思淘宝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小思淘宝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力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观看了